今天我们来看一部惊喜影片 名为愿大家拥有幸福 只能说如此变态的影片 唯有小日子能拍出来 不过虽然都是一些抽象表达 但戏品下来 我们还真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当中 那么话不多说 马上来看看剧情部分吧 故事发生在北海道的一座小县城 女主惠子出生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一家人最幸福的事 就是三代人坐在一起吃饭 而且奶奶经常会问惠子幸福吗 惠子也不明白幸福到底是什么 反正只要奶奶开心 她点头就是了 可是在惠子的记忆当中 奶奶家二楼最里面有个房间非常神秘 长这么大 她都没进去过 只记得有一次奶奶往关了门 惠子看到里面有个非常恐怖的人影 与此同时 她从梦中醒来 此刻的惠子已经长大成人了 而且生活在大都市东京 不过呢 接到老家电话 由于奶奶生病了 让她回去看看 本来惠子是不想回去的 因为最近要迎来考试 可为了见孝道 惠子还是决定回去去看看吧 然而这次回家 让惠子觉得非常奇怪 也可能是长大了 懂得分析事物了 回到家以后 惠子的第一句话 就是又闻到了那熟悉的味道 这是比较含蓄的说法了 实际就是非常的臭 最让惠子印象深刻的是老家自制的大将 之所以家里面臭 有很大一部分是这个大将的功劳 然而就在吃饭的时候 诡异的事情再次发生 惠子突然听到楼上面发生的一响 正当她纳闷的时候 爷爷奶奶竟然发出了猪叫声 随后又回复了正常 弄得惠子更是摸不到头脑 然而这只是刚刚开始 吃完饭以后 爷爷张个大嘴 直勾勾的盯着外面 临睡觉前 爷爷奶奶还要面无表情的 看着惠子好半天 直到他睡着 才转身离去 这就是所谓的亲人 要是外人的话 惠子可能一秒都待不下去 第二天 他给父亲打去电话 表示爷爷奶奶的状态 很是不好 很有可能得了传说中的老年痴呆 你们还是赶紧回来看看吧 父亲表示 没问题 过两天就买票回去看看 要说惠子这次回来 唯一高兴的事 就是遇到了发小大雄 通过了解得知 他接管了父亲的农场 属于子称副业 原因是 他的父亲得了重病 得知这个消息以后 惠子是非常同情 显然 他没有惠子那么幸运 可以追逐自己的梦想 可回到家以后 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 首先是 爷爷警告惠子 不要再与大雄接触了 他不是什么好人 其次是 奶奶又莫名其妙的 站在了走廊 不仅如此 到了晚上 为了表达对孙女的爱意 爷爷奶奶更是做出了 非常奇怪的举动 紧接着楼上又传出了 诡异的声响 这次惠子实在是压抑不足 内心上了好奇 准备去里面 看看到底有什么 可正当他要打开房门时 奶奶突然出现 令人费解的是 他竟然不停的撞门 而且还是用头 可第二天 爷爷奶奶仍旧像个没事人一样 为惠子准备好照餐 惠子的情绪也相对稳定了一些 他认为 爷爷奶奶就是得了老年痴呆 可紧接着发生的事 让惠子再次躁动不安起来 那就是吃吃饭 他竟然看到了一个人爬了出来 甚至眼睛以及嘴巴都被封上了 看到此人跑出来以后 爷爷奶奶竟然没有惊讶 而是不慌不忙的将此人又绑回到了房间 原来走廊尽头的房间里面 放的正是此人 惠子怎么也不明白 爷爷奶奶为什么要这样 吓得他马上跑了出去 而在路上 恰巧碰到了发小与他的父亲 好久没有看到惠子了 便邀请他到家里来做客 为了缓解内心伤得不安 惠子没有拒绝 到了大雄家以后 惠子发现他的家境非常不好 父亲几乎没有什么劳动能力了 为了维持这个假 大雄只能放弃了自己画画的梦想 可令惠子意外的是 即便是这样 他仍旧觉得自己很幸福 可能在他的眼里牺牲自己成就别人也算是一种幸福吧 不久后 惠子说出了内心的不解 同时也将家里面发生的事说了出来 听完惠子说的话 大雄决定帮他一把 不过连行动之前 他对惠子说 之后无论发生什么都要相信他 从这句话可以分析出大雄早就知道惠子家里发生的事了 随后趁着爷爷奶奶不注意 惠子带着大雄来到了密室 并且将那个被捆绑的男人放了出来 并且将其嘴巴和眼睛全都解缝了 这里最令人作呕的是奶奶家祖传的一股屎味的大雁 他竟然真的就是屎 紧接着 惠子不顾爷爷奶奶的反对 将陌生男子救了出来 然而此时也迎来了本篇的高潮 陌生男子彼此的向前走 而这时候 恰巧惠子的父母也赶回了老家 紧接着陌生男子被村头老大爷撞毁了 当场逼命 可谁也没想到 没有一个人对这场意外感到惊讶 除了惠子 肖事者更是弱弱的问了一句 这就是你家的 惠子完全想不到 自己成长的蠢子竟然如此草剑人命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 更是让惠子目断口呆 既然陌生男子已经奄奄一喜 父亲直接一把火给他烧了 回家以后一家人若无其事的开始吃饭 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惠子怎么也不明白 自己的家人竟然会如此的残忍 为了要个解释 他以离家出走作为要挟 可紧接着爷爷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随后他表示赶紧去找下一个鸡品吧 然后又开始大口大口的吃起来 别说惠子了 作为观众的我看的也是一脸梦 直到惠子遇到了村头老王太太 他表示这个村子向来就是这样 几百年都是如此你只能去顺从 如果你反抗的话就会像你父亲的姐姐一样被流放 到这儿惠子才知道自己有个姑姑 回去之后他便逼问父亲姑姑到底去哪了 父亲表示他被流放到了一处野山上 但具体位置不太知道 为了寻求真相 惠子独自去寻找姑姑了 找了好段时间也没有打听出个所以然来 直到遇见一位互联员才知道 姑姑就在边境上的野山上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他 可此时的姑姑根本称不上是正常人 更像是个老巫婆 也是在此时迎来了一切的答案 姑姑表示这个世界看似地大物博 实际只是零和一构成的虚拟世界 人类就是一串串复杂的代码 所谓的命运更是早就编排好的 之所以老人会得老年痴呆 其实是程序出现了错误 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是女的 就扮演好女儿母亲以及妻子的角色 其他的就什么都不要想了 只有死亡才能进行重启 到下一个世界你又将会变成另一个角色 关于幸福则只是人类发明的语言 对于这个虚拟世界来说 幸福根本就不存在 看来所谓真正的幸福 只能看完整部影片才能加以解答了 紧接着姑姑叫惠子砍财 起初惠子很好奇 因为姑姑是在教她生存的本能 实际姑姑只是为了自杀通往下一个世界 当惠子拉开姑姑的布脸时 才发现原来她也有一个技品 那么也就意味着姑姑最终也选择了顺从 第二天醒来 惠子的眼睛开始冲血 本以为是在野外躺一宿导致的 实际并非如此 当她回到家时 她的弟弟与惠子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这种情况让惠子有个猜想 难道说这就是村子里面的风俗吗 想要活下去就必须找个人来当祭品 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家人不犯病 果不其然 不久后家里面又找来了一个老头 显然这个人就是取代上一个被壮士的陌生人 可正当一家人忽悠老头呢 惠子一马当鞋 直接给老头撵走了 可紧接着弟弟便死于蹊跷流血 而且不只有他 全家人都有同样的症状 既然真的如自己想的这样 惠子表示 那我愿意充当这个鸡皮 随后开始用针缝自己的眼睛 可剧烈的疼痛 让他难以坚持下去 对于这种态度 家人更是笑得不行 这就很讽刺了 在现实社会当中 很多人都想充当那个正义使者 充当那个所谓的救世主 却没有真正的打量 此时的惠子失魂落魄的 只想找到发小 谈谈心 可到达他家以后 发现大雄唯一的亲人 已经离开了人世 随后大雄表示 之所以父亲会死 全是因为他 没有遵循村子的习俗 也就是说 他没有找人来献金 所以父亲才会死掉的 随后握住惠子的双手 让他死死 掐住自己的脖子 好像在告诉惠子 用我来当祭品吧 反正这个世界 我已经没有亲人了 牺牲我 换取别人的幸福 也算是一种幸福吧 最终惠子也顺从了 这个村子的习俗 就好像是顺从了 这个吸血的社会 将大雄封印在自己家 不久后 他出现在了东京 过起了正常人的生活 影片最后 他也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归宿 不过影片结尾 以惠子幸福的话语 作为结束语 真是充满了 极具的讽刺意味 细想一下 在当下社会 获取幸福的方式 确实不太多 女主所在的蠢子 也是当下社会 大部分人 获取幸福的途径 那就是通过 迫害别人 来获取自身的幸福 当然 没有影片中 显得那么夸张 举个恰当一点的例子 就是在背后 讲究别人 从而获取快乐的人 或者是 看别人笑话的人 当然除了这些 还有一少部分人 获取幸福的方式 是以牺牲自己 成全别人 例如片中的大雄 影片刚开始 一位老太太曾说过 如果世界上多一些 像你这样的年轻人 该多好啊 就是在讽刺 当下社会的年轻人 起初像慧子一样 充满了理想主义 但最终 还是像姑姑一样 一味的顺从 甚至已经分不清 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了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 可以看看原片 我是马峰出电影 别忘了点赞 评论 加关注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们 还可以长按点赞 特别推荐一下 感谢观众老一边的 知识和爱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众老一边的 感谢观众老一边的